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好 隔了好幾天沒有空跟大家開直播了 因為經理到大阪去參展 那今天要介紹的這款車呢 是RAV4的五代 這個車色是經理自己最喜歡的 這個是也算是灰色 那至於是什麼灰的話 我就忘記了 月顏綠 好漂亮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車主其實原來已經有改裝了 前面跟後面的加速的防晶感 那今天要升級的版本是KT的禁忌版 那禁忌版的設定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 阻尼的部分呢 會比道路版還要加強一些 前面的彈簧公斤數 跟前面彈簧的形式也不太一樣 前面的彈簧 禁忌版的變成是8公斤 是拉長的8公斤 那道路版的話 我們已經把它改成是一個 葫蘆型燈籠狀的一個 比較舒適的彈簧 大概在上個禮拜的話 在直播當中 已經剛好有這部車 有跟大家介紹過了 那今天要安裝的版本 是經濟版的版本 那我們一樣先來看一下 喔對了 今天的很臭小 因為這個五代的底盤已經是TNGA的底盤了 那下午的另外一款車 Lexus的另外一款車 要安裝KT的避震器 它的車也是新款的TNGA的底盤 很臭小今天就剛好都是裝 這個TNGA的最新TNGA的底盤 那這一款底盤的話 其實它原廠開起來的穩定度 已經比四代的好很多很多了 這個TNGA的進步 大家如果有開過的話 應該都會覺得落差很大 尤其是經濟開起來覺得 它的最有感的應該是Artist的十二代 那底盤真的是比之前的Artist好很多很多 那我們一樣先來看一下 它原廠的避震器 那包含KT的話 在這款車其實有幾個 不斷進化不斷設計變更的地方呢 也一一跟車友們來做報告 因為Raffle很多車友都有主動幫經理 來在社團裡面或在群組裡面 有幫忙做推薦 所以如果線上有Raffle的車友的話 也很歡迎就是線上立刻詢問問題 那我們會針對車友我們的問題 立刻來做解答 這個是它鋁圈輪胎都還保持是原廠的 避震器的部分的話 它的前面一樣是賣花層 可是它的前面的懸吊系統 跟前一個世代已經都不太一樣了 這個鏡頭這個角度的話呢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上座是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那這個斜度的話 跟之前Toyota的車系呢 也都不太一樣 這個上座啊 KT就有附新的了 不需要再拆這個上座來沿用 因為Toyota的車系像是前面的話 這裡有一個缺角 它原廠這裡有一個缺角 它這個的話算是一個 要做一個有方向性的辨識角度 所以這個缺角跟上座的話要核對 要把它孔對到了 才有辦法鎖護 如果硬鎖的話 那有可能會造成上座的損壞 或者是有硬硬的狀況 所以沿用原廠上座的話 就會有比較多不可預知的 安裝上的風險跟失誤 那KT的話 就直接附了一個新的上座 當然這個車還很新啦 不可能上座就有壞掉 可是萬一這個車是 三年或者是五年之後 車友們才選擇KT的產品 那就在上座上呢 就比較會有問題嘛 那這個的話 KT就有附一個新品 這個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好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因為這台車是休旅車 那下午的車是ES300H 它是一個轎車的結構 所以它的彈簧 就會比這台RAV4還要來的短很多 但大體上的架構啊 都是差不多 因為都是TNGA的系統 好 這個是後方的阻尼 它原廠的阻尼值 會比一般的車系的話 還要來的硬 那最主要是第一個 因應底盤的結構不同 第二個 因為它避震器擺放的位置不同 這一個在上個禮拜的RAV4 好像有介紹過 那我用我大概60公斤的體重 往下壓 它的阻尼其實還蠻強的喔 但這個並不是因為 它的阻尼跟之前W205 W205的AMG C300 比較不一樣 AMG C300 其實它的阻尼要做的比較軟 但它做一個over damping的設定 但這台車不同 因為它的後面避震器的白色的位置 比較靠近支點 所以它的阻尼會做的比較硬 然後它的行程 它作動的行程 這個作動的行程 其實也走的比較短 這個行程 這個叫 是後面避震器上下 這個叫行程 避震器統身有作動的行程 其實彈簧它也有作動的行程 好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那我們要先來介紹前面好不好 前面好了 前面的話是一個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這個版本是禁忌的設定 所以前面的話我們配置的是 8公斤的彈簧 那上座的話 這個就是 從這個角度可能比較 剛剛拍攝起來比較容易看 這個角度的話有點斜度 所以這個角度都是 我們為了這台車開發 然後做一個專用的斜度 這個是有一個上座 那上座的話 就在這個地方 這台車拆樁其實前面很簡單 因為也不需要再拆這個飾板 直接把引擎室打開 這裡就可以看得到 避震器這裡有三顆螺絲了 那阻尼 阻尼就是軟硬 軟硬的調整的話 也很簡單 從這個地方 就能做阻尼的調整 往順時針 這樣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 就是變軟 所以左邊跟右邊 記得阻尼的段數 要做對稱就好了 那這個競技版的前面的彈簧 就比較不太一樣了 上個禮拜 忘記禮拜幾 好像禮拜二吧 的道路版彈簧 它是有一個胖胖狀的 那道路版的彈簧 好處跟壞處呢 大概在哪裡 像這樣的彈簧 它的稱度 你的公斤數比較高 所以我們在過彎之後 側形的幅度 就會比較少 那操控當然自然就會比較好 可是它的彈簧是直捲的彈簧 它是直上直下 所以它的回饋會比較直接 舒適度部分的話 就沒有辦法像燈籠狀的彈簧那麼好 所以彈簧以兩種形式來說 並不是哪一個好或者是哪一個壞 單純是哪一條彈簧 是適合自己駕駛的習慣會比較重要 像上個禮拜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一個車友它的鋁圈改得很帥 改到20吋的鋁圈 那比較低的扁簧筆的話 如果再配上這種比較直捲 回饋比較直接的彈簧 恐怕它的像這樣的形態的修旅車 應該要有的舒適度呢 就會衰減的比較多 所以如果改了低扁簧筆的話 就會比較建議裝KT的道路板的一個彈簧設定 它的舒適度的話才有辦法比較OK 這個是220長8公斤的彈簧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機啊 這些離離扣扣的小東西 這個是離載串 這些的話都直接沿用原廠的零配件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改可調的啦 改強化的都不用 就直接鎖附原廠的零件就可以了 這些都是跟原廠的鎖點是一樣的 那車高的調整今天 車主的要求 本來這個都原廠的規格 輪胎到葉子板的距離是大概82到83mm 那車有希望降大概兩指幅 大概30到32mm左右 所以待會完工之後大概剩下三指半 大概剩下三指半 那車高的調整 前面是靠統身可調嘛 是靠這個腳管 我們把它整體長度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 所以像昨天有一個車友來試乘 Golf的車友 來試乘他有問經理說 當避震器調高跟調低呢 會不會影響到操控的感覺 這個問題的話是 以KD的產品來說的話是不會 因為並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 有的設定是靠壓縮彈簧 彈簧公斤數變高 它自然車高就變高 可是當壓縮彈簧之後它的公斤數變高 乘坐的感覺呢 也會變得比較硬 這樣的形式會比較不建議 因為調高跟調低 它落差感覺會太大 按這樣的形態的話呢 調低調高 它整體操控起來的感覺都差不多 可是當調低之後 重心還自然是比較低 所以它過彎的穩定度呢 也會相對還來得好一些 所以調高跟調低有沒有關係 如果像統身可調的話 它的關係度是不是很大 這個是用料 用料的話 義大利IP主領有 這個是最緊繃的 然後油風的話 Raw 4 5代應該有很多車友 推薦的是日本的Tim的品牌 那Tim的話使用的油風 也是用日本NOK的油風 KT一樣 都是用料都用得很棒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我們看來一下後面好了 後面的話這個世代 已經改了 TNGA的底盤呢 已經改成 它彈簧跟避震器的結構 跟世代的話不同 世代的統身它是寫的嘛 那這個世代的話 我們常常從這個Raw 4的側邊 就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避震器很大型的上座 這個上座的話 需要沿用原廠的 所以它的統身 相對的位置不是在這個地方 是比較靠近支點 所以它的行程 跟整體長度的話 就會比較短一些 所以阻尼的話 也會做得比較硬一些 如果統身的位置是擺設在這裡 而且它的支臂鎖點 是鎖在下方 像是像Golf 7代好了 它的行程做得比較長 然後阻尼自然就放在這邊的話 就會比較軟一些 這裡的話它的行程就會做得比較短 那上座的話需要沿用 上座的下方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就是後方的阻尼調整機構 這個地方 從這裡能調整阻尼紙 那KT的話 一共都是30段的阻尼 可以來做調整 那後方的彈簧的話 也是做一個專用的規格 這個規格是230厚 6公斤的規格 那下方的話有做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的話 最高啦 最高的話大概可以做到4指幅左右吧 因為原廠這台車其實不像是4代一樣 做得很高 它的輪胎上緣到S版 大概是80到82 所以也沒有特別高 那KT的產品的話 做到最高大概是4指幅 大概60 60 64吧 這個是後方是 後方這裡不曉得拍得到 這裡有加速的防輕感改裝 藍色的 這個好像是Harris的產品 那這台車是四輪驅動的版本 這台車Rufford 5代有2傳 有4傳 還有油電 所以它的規格很多 但是啦 避震器的話都是公用的 像這裡可以看得到傳動軸 所以這個是 這一款車是四輪傳動的 但是是非油電的版本 那後方的一個安裝的技巧 就是在車高調整 車高調整完畢之後 這個桶針 我們把這個扣環把它旋開之後 它桶針是能調長調短的 所以這個桶針的長短呢 就是來取決於它的後方彈簧的 預載值 那簡單來說 這個彈簧 它的預載值呢 不能做得太多 桶針如果調得太短 它的彈簧預載過多 就會不好做 而且會有異音 然後乘坐起來 感覺就很不好 而且桶針的壽命 也有可能因此會縮短 所以後方的桶針調整 是還蠻重要的喔 好了 沒有什麼好介紹了 因為常常介紹這台車吧 不過還是很謝謝那個 Rawful的五代的車友 都有幫我們推薦喔 因為有很多都是 車友們在 群組裡面幫KT來做推薦 因為KT也不太有在打廣告 都是需要車友們 來主動幫我們推薦的喔 這台車設的很漂亮喔 OK 以上是今天 Rawful五代的安裝 KT競技版的一個介紹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